哈囉歡迎收看才知道 歡迎今天的來賓賀龍 大家好我是喜劇小捲毛賀龍 喜劇小捲毛喔 一直都是這個title嗎 一直都是 真的假的 有時候會換成炎上大將軍 就看那個時候 新聞媒體的炒作這樣 看時事 下午取的這樣子 平常沒事的時候就是小捲毛 現在比較peace啦 OK OK 今天的夥伴 那個博恩本來也要來 對 但是他就是放鳥 對他就是最近非常的阿爸 就派我這個小弟來上通告 他臨時有事情 是是是 那賀龍之前有上過鳥肉石的主廚 對啊 主廚那邊有聊過 美好的回憶 對 聊了什麼我已經完全不記得了 那美好的回憶啊 渣男朋友 根本不記得他說美好的回憶 不是啊 因為我們有很多其他的來賓啊 你真的很渣欸 沒辦法啊 就是工作模式啊 那時候錄完你拍拍我講的時候 這是最好看的一集 不可能 不可能是我講的 應該是那個劉鬍子戴帽子人講的吧 現在已經不在我們這邊了 欸我記得那時候我一直提說 我好羨慕這個節目喔 因為很自由是不是 對然後可以認識粉絲 然後又可以聊自己想講的話題 然後又可以吃好料的 對不對 然後你一直推我講說 你來主持你來主持 對啊 你看好險沒接 根本沒有下一季 現在可以這樣子對不對 我們節目一直都可以啊 這個直播流檔欸 我們直播流檔也被什麼人看 我跟你講下一季還是有可能有 大家可以那個 那是第二季 你們那個主廚第二季來賓中 唯一一個上過 唯一一個 其他有誰啊 其他的 哈哈哈哈 不要幹別的好不好 自己記好不好啊 有喬有喬喬夫 對同公司的 同公司的 喬喬夫 呱吉 邰哥 邰哥 酷雀 孔雀 酷雀 酷雀 媽媽卡 你們怎麼都記得啊 你們好厲害喔 外面 莫莫說 紅白的 對喔 收的也是啊 那為什麼只有我來這啊 其他人就叫不到啊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其他人喔 其他人來 沒什麼好聊的 不知道可以幹嘛 對啊 沒什麼好聊的啊 又開始誇我了 你們也不一定要找來賓啦 當時我們賀龍來那集 聊什麼我真的一忘 因為他們 我們是聊一個九宮閣嘛 話題九宮閣嘛 其實我們聊那個話題 跟那個九宮閣 基本上也 沒什麼太大的關係 沒錯 對不對 就是聊聊就岔開了 然後就開始聊天 主題是那個開始 但是我們很容易就岔出去 我記得那天聊得很久 有一半都沒有剪進去 因為我們在吵架 對對對 我們在吵 為什麼不看動漫 你一直罵我 真的喔 對 很過分 你看RICO 真是 RICO是我們的主廚啦 你們有講一些很嚴厲的話 讓我走心你知道嗎 真的嗎 哪一些 有些就是不看動漫的人 是沒有夢想的 類似這種話 我看 這種話絕對不是我講的 就沒有 要馬貝利梅要馬RICO 感覺你貝利梅講 對嘛 我這個人 貝利梅這個人還是比較極端一點 對啊 我這個人從來不judge的好不好 就大家要看什麼 我覺得 我已經老了 我不會跟大家爭奪這件事情 不看 算 看 好不好 這個假中立 沒有 我不是假中立 我就是老 我不想爭了 對沒有 1加1等於8 你是對的 這裡有幾個你們那個時候的話題的那個關鍵字 對 合照 不可或缺 進步 賀龍 夥伴 這是獵人的標題 真的 中間如果是X的話就是獵人的標題 你現在看到這個關鍵字 你有想起來是什麼嗎 你記得是什麼 哇賽 我講了什麼啊 對啊 都不記得了吧 我是如果是閒聊的話好像真的蠻難 很難 記起來到底聊了什麼 我大概記得夥伴啊 夥伴 我們有聊一些我之前做雙人 亂才的 好像有啊 其實那天聊蠻多 就是賀龍自己內心 他自己心裡的話 對對對 我記得蠻多心裡話 對我講出很多一些我曾經沒有講過的話 對對對 感覺他的當下其實是有一點 心理治療對不對 有一點心理治療 對那一趟是值得的老實講 是吧 算舒服啦 算有發現到嘛 沒有我回去 是發現旁邊有水晶之類的 對 我會進化 我回去還蠻難過的 會難過的情緒湧上來 因為貝莉被罵你說沒有夢想對不對 我怎麼記得是你 真的不可能 不可能說 來我們看VCR 就剪掉了 剪掉了 剪掉了 不可能是我 我才不會講這種judgmental的話 我就是讚讚 沒看讚 讚讚讚 你知道我在外面有一些風聲 有一些那種 我問那個詹 我們在問說要不要來上節目 他們說不要 其實蠻少人扛得住我們節目的 就覺得 因為大家都習慣節目有一個 邊界你知道 就是不會走到太遠的地方 但我們節目沒有這個邊界 我們很容易就走到一個非常遠的地方 沒關係 難以走 我也是喜歡亂講話的人 所以才有你們 確實 你們扛不住我 其實應該也不會 還會用 來 楊正智 楊正智 楊正智也可以 我們就是不太懂 這我最懂了 這我最懂了 大家知道立法院在吵什麼嗎 我真的也不知道 我們記得他什麼都扛 我們扛不住 我們就是裁解工作人員 我們比較古老 我們比較和摩拉比 演唱了 把解工作人員拆掉 以示負責這樣 剛剛提到那個你在參車的時候 被他們judge了一下 說你不看動畫 然後覺得有點走心 那你從那個時候回去有點難過之後 有看動畫嗎 老實講 因為上次上節目 大概一年前嘛 這一年來我真的看了不少 唉唷 這個 看到沒有貝利美 有看沒看都沒關係 我們這邊不judge 我有夢想了 那你分享 你可以分享一下 可是我看的是美式的 沒錯 美式叫動漫嗎 叫動畫嗎 其實現在也差不多都會統稱Anime 對啊 就Animation嘛 對啊 大部分也都會 因為美國看日本動畫的人也很多 多 然後他們也有一派人是 你如果說是卡通他們會生氣的那種 那大家就又統稱Anime 那我看人說有沒有故意說卡通 欸 很爽 爽在哪 爽在哪 爽就是有一些人說 那不是卡通 那是動畫 這樣子然後就會很生氣這樣子 然後我就 喔 本來想講動畫 就是我看那動 卡通 你這種 最新的卡通 真討厭 刻意追求岩上的網紅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收不起來 不過的確技術上有一些分 有一些差別 對對對 還是還好 我覺得還好 所以你今天有看就對了 欸我 有些都不太記得名字 但是 像什麼Netflix 會出現一些 就是畫風很像馬南那一種 馬南 對我就會想看 馬南波傑克 對你們喜歡嗎 馬南是什麼 Horseman Horseman Bojack Horseman 他叫Horseman還是Horseface 對對對 就是中藝是馬南波傑克 馬南波傑克 我只看過馬娘欸 差不多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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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都是馬 都是馬 他也是馬嗎 他 他是馬嗎 馬南是馬嗎 他就是馬臉 對對對 他就是馬臉 喔 欸我被冒犯欸 不要冒犯 我有看 我看了很多 我看了很多 欸那個主題是什麼 其實都有一些 他很深刻欸 對對對 其實蠻多人看了蠻心痛的 對 他是一個電影喔 還是影集啊 就是 而且他很多記了 很多記 很多記 他蠻多人看了這一部 就是 哇很感同身受 對 因為他其實蠻 他是個蠻壓抑的主題 是是是 還在講一個過氣的明星嘛 對 記得說那個嘛 是過氣的明星 他是一個過氣的明星 對 就那個世界裡面的人物 都是動物 這樣 蠻多蠻多蠻多的 你有看吧 我沒看啊 什麼好強 完全以經驗判斷 就是動物方程式的難過版吧 差不多 寫詞難過版 動物方程式 紐約 其實動物方程式也是蠻難過的 不能說你錯 對對對 但是反正那故事是 講述幾個過氣的 其實滿深入的 其實有一種hash tag 叫做悲喜劇 滿符合的 滿是 就很多是什麼 近看是喜劇 但遠看它是個大悲劇 對對對 滿多這種 就還滿不錯的 馬娘其實說得太也是 是嗎 說得也是 說得也是 馬娘就是 我已經說過了 我不喜歡馬娘這個作品 因為我只會想到 人類為了賽馬 這個娛樂 馬會被牺牲了多少馬 馬會死亡 其實有多少匹馬 就只為了娛樂 好可憐 他們說台灣應該派一個賽哥娘更慘 對啊 比賽不好回來脖子直接扭斷 對啊 對啊 飛飛還被飛機繳到 對啊 還是送去那個墾丁娜街做烤雀鳥 沒有啊 烤雀鳥不是烤鴿子 看了滿的 對 然後最近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有一個叫人聲差一點 對 也是類似這種題材的 就比較喜歡這種 你是特別挑到了還是 剛好撞到的都是這種就是 稍微比較沉重一點點的 好像是Netflix的演算法 因為我常看喜劇嘛 不知道你喜歡 然後它歸類成就是它是 它是喜劇 著重在黑色喜劇的動畫 而且他們都六級八級 短短的 你就覺得可以應付 甚至還不用熬夜 熬一小夜就看完了 熬一小夜 就是熬夜了嗎 熬一小夜還是一夜 大概兩點 OK吧 OK吧 我們剛剛打到天亮對不對 對 我這滿推的 很推的 那算 那算滿不錯的 就是 應該說 你過去沒看動畫 也不是說什麼抗拒嗎 而是就 就沒對到 沒對到嘛 不得其門而入 或者是怎麼樣的 對 我就是 不知道耶 日本動漫就覺得 哇 怎麼講 又臭又長 哦 你說這樣就對了 你說這樣就對了 你先說就對了 唯一你說又臭又油 唯一說又油 又窄又酸 唯一他講說看的人都很臭對不對 就是 其實蠻多確實的 其實日視 真的有一些這樣的毛病 真的要推就是現在比較流行的 然後正在算連載的 大概只有我音吧 哦 我音也算有點又臭又長 我音到後面真的就是又臭又長 對 我也覺得 我很討厭一件事就是能力不平衡 像什麼火影海賊到後期 都血統加持 就是 就是他們 很明顯那個人就比較強 對 就你說了算能力這樣子 對 本來前面看感覺大家怎麼樣差不多 後面喔 作者說一個東西 哇靠 你說了算這樣子 對 然後或是又進化了 又變得更強的 就比較王道型的 我很討厭這個 可是我音不平衡到太離譜的地步 我反而有興趣了 反而就是他們有感覺就是階級制了對不對 對 上面的人就本來就是 永遠都是超強的那種 是 而且我音還是有在講一個 時代更迭跟交替的概念 對 所以比較難 還是我爆雷你還沒看到那麼遠 沒有 他相對比較社會一點 這個 那個 那個世界 假如說那個 個性就是一種現實的工作能力的話 這本來就是職業級就是 就是那個水準 所以你看了會覺得比較合理 而不是有這麼多那種主角威能 主角還是有威能 但是 好歹在那個世界有一點分級 我就覺得還好一點點 對 因為我記得我音有一些打鬥的橋段 我印象上 好像有就是 對方太強了 然後會有比較弱的叫強的你上 有有有 就是那個人太強了 你來打 我去救平民 沒錯沒錯 然後我就這句話好好笑喔 蛤 不是因為是寫實嗎 對 就寫實到好笑 我沒看過火影這樣 火影就是那個人再怎麼爛都會想說 我跟你拚了 對或者是就是 明明大家一起打他 30秒會解決 就說你們先走 我還擋住他 我打一人突一火火水 他就死了 他硬要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打到兩敗俱傷 死了哥哥就死了爸爸這樣子 他根本就沒辦法閃好不好 對阿 宇治波班這樣子 四個人者村 一人丟一發 好歹中一發吧 對阿 不可能吧 一發都沒有錯 我只能懷疑他們丟太爛了喔 對我覺得 對 我覺得日式的友誼的時候就這樣 不然就是那種太多那種 明娜環節 說教環節 用教對話 對對對 其實蠻容易的蠻容易的 對對對 所以火影就會比較 比較顯示 比較現實 那你看到哪火影 我看到哪喔 我看到哪 他看到準備考 他是進學校這樣 好像 他看到他把烏麥朵 就把他吃掉了 第二集 他遇到一個很強的 然後獲得能力 那個主角 第一集 第一集嗎 沒有啦 好像在打什麼 打什麼很強的人 然後已經進到地洞了 然後困在地洞裡面吧 地洞 那個 翻修斯啊 是不是 那個帶一個鳥嘴的 反正我是跟著Netflix走啦 Netflix最新的嗎 Netflix現在最新 已經到很後多一次一集 那我有跟到 真的啊 實習完了 前一兩季 前一兩季 第三季來第四季 我覺得超無聊 我也是有點看不下去 然後突然 實習嗎 我忘記哪一季了 反正後面突然來了一季是 在講 主角更像壞人的 然後連OP都換了 主角更像壞人是因為他拿到那個 什麼歷代 沒有 因為那個 英雄的社會結構已經 已經 被結構了 被那些壞人成功的結構了 就是英雄這件事情 一開始被社會質疑了 所以主角跟他連OP都換了 因為他是My Hero Academia OP是My Villain Academy 連OP都換 沒注意到 我也沒注意到 那搞不好你根本也沒看到 好深奧 他說實習完了 上了一課 其實蠻多 所以我對蠻多人來說也是 中間就是你說的那時候 哇 又瘦又長 然後不知道在幹嘛 都你說了算 然後日常生活篇 誰想看日常啊 雖然他們是學生 但誰想看他們的那個校慶 誰想看啊 然後後面當然是要看打架 然後後面好不容易回來一季 所以大家又開始回國了 差不多 離開學校去實習 我會覺得有推進感 對 開始比較有主題了 之前你們在主廚的時候 有聊到那個 你電影是看影評居多 對啊 我好像被罵翻吧 這個我也記得 很多人私訊有罵我 說你怎麼 你只是看幹片 然後就那個 不看電影本身 什麼 惡殺什麼 我都截圖才可以抄地方 你就說 因為我有個疾病 如果主角不叫小帥 或者是他女朋友 不叫小美 我就看不下去 或者是我看的影片 背景音樂 沒有那個 我心臟會痛 我心臟會腳痛 可是你不可能 從頭到頭一部電影都沒看嗎 是啦 大概要多久 但是我有個病 就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新媒體 開始已經 洗腦我的觀影體驗了 我現在給Netflix有些劇喔 我都會按1.25 這的確是有些人真的 你們會嗎 我是不會 我是連看都不看 我也是不看 現在比較不會去看什麼電影或劇 這樣很少 我看很多 我看非常多 但是我基本上 我這輩子沒有1.25過 你都餓 我都看影評 我都直接跳到6分鐘 我就是 沒有 那個是開片的時候才沒有 我都看過訪談環節 我都不管 我多不喜歡這部 我都還是會把它看完 我一旦開始 我就一定會把它看完 因為我會覺得 我沒看完 我沒有資格說好不好看 那你會邊做家事嗎 有 我會邊做家事 我不太會 就是希望時間可以做一點 比其他的這樣比較好利用 對 我會邊做家事的 我現在會邊做家邊看的 只有慾望城市 那種很生活 很露掉也沒差 任何一級別看也沒差 因為我現在大概除了單口喜劇 就是我在做的這一行之外 任何電影影劇 我都是先1.25再說 然後再看 他拍多爛 變1.5 然後再裝外掛1.75 變2 所以我現在推劇 我會跟你講說 我覺得 我都講說那個劇超好看 因為我是用一倍數看 我都這樣推劇 他有享受尊爵元素的 元素的價值 那最近一個元素看的 是什麼 一倍數看嗎 一倍數看的 甚至好看到 0.75倍數看的 太慢了吧 尋路寶貝 推兩部 第一個是尋路寶貝 然後第二個是 迪士尼Plus的 那個亞太蘭達 對 我還沒看 而且這兩個 剛好就符合悲喜劇 對 確實 尋路寶貝我也看了 你看了嗎 我自己是沒有很喜歡 因為我就覺得 因為我不喜歡驚悚片 我覺得他對我來說 有點驚悚 你全部看完了嗎 我全部看完了 我覺得對我來說 就有點太可怕了 就是我會被嚇到 我容易受驚 他大概六集吧 你分幾次看 是八集啊 你分幾次看 你是一次看完嗎 還是你一天一集 我好像兩次吧 那很密集啊 對啊 沒有啦 好看 幹嘛 這是個神劇耶 太脆弱了吧 這個人 我覺得好看 可是我不喜歡 我就不舒服 你的品味 什麼臉 我的品味肯定是獨特 對 畢竟我的基數應該也算蠻多的 對啊 但我不喜歡 但我不喜歡 不是因為我不覺得他不好看 可是你也是表演者啊 你應該會有心有氣氣焉啊 我不會 因為我向來跟觀眾之間距離 就抓得很好 對 我走不到那邊的 我對自己的自信 不會讓我落魄到那個程度 我懂你的意思 我不可能去到那個地方 我懂你的意思 我再怎麼樣都不可能去到 所以我就沒什麼感覺 像比如說賀龍你 你這個 你說你很多東西就是 比如說這種影視的電影 可能會想要加速看 是 那是因為那個東西 你覺得可能跟你自己的本業 沒有那麼 他是比較娛樂 對 所以就想要快一點 對差不多 但你當分的時間 會想要去投注時間的 就是跟本業相關嗎 所以比如說喜劇的表演幹嘛 你就會 對 一看再看之類的 搞不好再看多看幾次 就至少大部分元素 坦白講我是一個超無聊的人 就是 這個 flashback 想起來了 我們主廚的時候他也有講過這句話 對對對 你幫我罵一頓啊 然後我最後開始已經崩潰了 我說我真的是個好無聊的人 對不起 你貝利美不要這樣對別人了 你不要以為你的月曆很性感 關我們攝影棚 我們就可以原諒你的這種言行舉止 去年的吧 那天我還是我跟貝利美第一次深聊 對 我一直都很喜歡他 當時 但他一直罵你 你說你沒夢想 對啊 小妹 現在知道 他本人的個性跟他外貌一樣 邪惡 邪惡 犀利 邪惡的外貌 犀利 沒有就是我是個很無聊的人 就是 比如說我現在放假 我還是會往喜劇俱樂部跑 對 就是我還是泡在喜劇裡面 我覺得 我們這個行業 他可能還好 但像我 其實就跟你差不多 就是 不管休息的東西 還是私下的娛樂 還是真的工作的東西 都會很接近 都玩遊戲 對 都玩遊戲 或者是你去看人家的遊戲的評論 論文 什麼東西 都都是 都論文等級喔 對啊 就是有些人會探討一些topic 然後你就會看 就會願意看 可是追劇什麼幹嘛 我真的是加速追 那我們央人 對啊 就真的 就是真的看 然後會 要嘛就是超快 然後就是一天 強迫自己 全部尬完 跟真的想看後面 全部尬完 一直尬完 尬到早上天亮來照尬 然後後面那個 開始那種 就跳一小段 跳一小段 快點快點 那種 就是也會有點 就是停不下來 所以 偶爾遇到那種 就是你捨不得跳的 你會覺得很開心 欸 這個劇 但是已經很久沒有遇到 尬鹿寶貝 嚇我一下 尬鹿寶貝 我覺得尬鹿寶貝 他跟我的評價應該差不多 我覺得應該還 因為太 太不舒服了 我就是 對我來說 變形金剛第一集 他躲在那個牆壁後面 然後後面狂派在找他 已經是鬼片等級了 蛤 你這麼脆弱 我很脆弱 我很脆弱 我膽子這樣 我膽子這樣 就這樣 沒動過手術 就這樣 我非常脆弱 我很容易受驚 我很容易嚇尿 以前那個楊帆扮那個楊婆婆 那種比較 明明是搞笑的 但是他突然出場 我都會嚇到 為什麼啦 這麼慢 我都很容易嚇到 所以群寶貝對我來說 覺得太不舒服了 真的太不舒服 我看得真的很不舒服 看得很壓抑 好啦 你等一下看完 然後密我 好 我試試看 等一下直播完半夜看看 畢竟 畢竟牆上真的是蠻多人在分享 尤其是在做那個表演者 其實真的好看 對 真的很好看 對啊 當然因為我們的職業 跟主人翁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更有那種 對啊 對 就主角也是一個在做Comedy的人 對 因為你剛剛的恐懼感是在粉絲 就是狂粉 跟騷的那種狀態 我們的恐懼還多了一層 就是講喜劇講很久 然後還被大家不認可 會想到以前 噢 那PTSD 那你們絕對 那一定很 對 好 那個 你 聽說還有就是有一個 很喜歡的一個 性癖的角色 有到嗎 可以說是性癖了吧 應該有到喔 其實我很難否認 對嘛 太斷 我們看過這個 喜歡各種二次元人物的人 看多了 你放心 是哪一種 這個東西大家覺得是最認同的 你在這邊 好 我們大家都是Family 大家都有一些性癖 你以為那些東西 本來那邊是因為我們很喜歡ACG嗎 NO 那些都是一些性癖 哇塞 應該也沒有吧 至少我可以肯定 至少我可以肯定 鐵牛那個的功能是絕對沒有的 所以等一下關燈 然後照那個顯影記 會馬上 會有一些小 屁啊 太你接了吧 屁啊 好這是我 從童年就非常喜愛的 一個角色 說是性癖 也不否認 也不能否認 我有把它帶來 對在我的下半身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聽起來怪怪的 可以拿起來 是鞋子 鞋子 它是這個麵包超人裡面的 叫做小病毒 對 我先說我對鞋一竅不同 但是我還是 請人幫我做了客製化的鞋 喔 這是客製的 對對對 好可愛 好可愛 要是要喜歡一個動漫的人物 然後把他痛在鞋子上面 而且還是平常沒有在看動漫的人 算宅 算是真的非常有吸引力 而且我不在買鞋喔 你說你是 你基本上只穿這個 不是 你跟那個幻術大仙一樣不穿鞋 他平常沒有在收集鞋子 我完全不懂鞋 然後也不太買鞋 然後完全不看動漫 也不太懂動漫 但是我做這件事情 做了這件事情 對 特別致敬 真的 算是一個致敬了 那你對這個角色以外 這個作品 你也很熟悉嗎 還是 其實沒有 全純就只是這個角色 我以前很熟悉 因為不得不說 麵包超人是我童年 非常記憶深刻的一部動漫 是動漫吧 It's ok Anime 沒關係 美劇 沒有美劇 那也是日劇吧 人家是紅豆片女孩 一個Masterpiece Masterpiece 然後隨著長大之後 就慢慢開始淡忘掉其他角色 但這個角色 哇 始終在我的 一直留在心中 對 沒錯 我小時候好像也蠻喜歡他的 他很可愛 這種就是 我們記得他的設定嗎 我根本就不記得 他就是 他就是 跟在戲劇人旁邊嘛 對不對 然後他大膽追愛 對嘛 他很喜歡那個 那個 吐司 對 他喜歡 對 吐司 吐司 但是我看過一篇報導 還是一個 一個就是粉絲的 推論 有點像是那個 PT不是有什麼 Doraemon王嗎 他會分析他的 就是他好像其實是喜歡 麵包超人的 但他為了棄麵包超人 而去喜歡吐司超人 哇 又一個傳愛戰士陰神倒地了 對 沒錯 我還看過一篇文章 我覺得可能會引發大家的不爽 就是 聽說 聽說 就是DC的小丑女 就是Holly Queen那個角色 是學他的 唉唷 然後我 有一點點 我有點相信喔 但我沒有比照過年代 但我有點相信 因為角色是一模一樣啊 他卻是一個 挑筆咬蛋鬼靈精怪的 一個小女生 然後 他很性感 作風 其實 沒關係 我認同 我覺得外型也性感 對啊 也性感嘛 對對對 他會飛穩 他會飛穩 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他會 他還會飛踢 對 他會飛穩 你看 可愛啊 對 我懂 好辣 可愛好辣 蝌蝌頭這樣子 剛剛好辣是進棚牙 音量最大聲的一句 好辣 最肯定的 這你能不愛嗎 我懂這個感覺 好像懂 我懂這個感覺 真的真的 但就是 你們現在用那個 怪他眼神看我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我們的性癖 拿出來你會嚇到的 真的嗎 拿出來你會不跟我當朋友 我還好 但是 可是 但是可是 喜歡這種角色 然後特別喜愛的 我覺得非常可以了解 對啊 超多的啦 超多的啦 他就有股燒氣 對 沒錯沒錯沒錯 彈帶大一個了吧 沒錯沒錯 心路寶貝還認同 對 我覺得這樣稱呼他是 對他的褻瀆 但不得不說 他真的超騷的 對 就是 有一個騷氣跟色氣 對對 沒錯沒錯 我就好想打他屁股 欸欸欸欸欸 不要洗手 人家是病毒喔 小病毒 人家小病毒喔 對 他的他的日文叫做 Donkey醬 你們知道嗎 Donkey Donkey是心動 他是心動寶貝啊 他不是驢子寶貝嗎 對啊 還是唐吉柯德寶貝嗎 他是Donkey醬啦 Donkey醬啦 Donkey醬 不是Donkey啦 Donkey醬 Donkey醬 Donkey醬是 是驢子吧 對啊 史惠克 對 心動寶貝 那為什麼中文翻小病毒 他跟病毒真的有關係嗎 應該是細菌人吧 細菌人 細菌人 然後妹妹叫小病毒 翻得很好 他想都是同一個流派 但其實他 他本身有代言什麼東西嗎 細菌人是 真的是有病菌嗎 應該有 所以才會 看免疫圖嘛 洗手 但是他代表愛情 所以應該 那我覺得他的原型設定 可能跟病毒沒關係耶 或是他是 對啊 因為他是 Donkey醬 他應該是 可能是 講 講的比較 過分一點 可能有點小花痴 就是 Donkey醬這個意思 對 可能這個意思 就沒有一點重的感覺 還是是跟毒的音有關 毒 毒 這樣子 可是他 我看一下 這樣 這樣看得懂 看得懂 看得懂 感受一下 看得懂 看得懂 看起來他應該姓陳 不會吧 好了沒事 閒子可以先穿起來 怕你一直光腳 好 我們這個之後再來研究一下 阿尼亞 你面包上有熟悉程度 但是其實最喜歡就是這一個 小病毒這個角色 對 然後你也知道小病毒其實還有一個妹妹 沒錯 這個就是比較冷門的 這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記得小時候看卡通的時候 沒有這個角色 是我長大 然後去搜尋他的一些資料發現 哇塞 我覺得他 有沒有也可愛 有沒有也可愛 這個是那個 吸索啊 有耶 有耶 可是這個角色也可以 其實同一個流派的 也可以 同一個流派的 而且感覺更調皮 而且你知道他的設定嗎 他會跟他跟他姐姐 搶男人 搶吐司 好像是 也就是說如果小病毒喜歡你的話 他妹也會搶你喔 爽得不得了啊 天長 所以他妹的設定是 只要他姐喜歡誰 他就會搶誰 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小病毒喜歡的是果醬爺爺 小精靈 對 果醬爺爺就 對 果醬爺爺就抱著這樣爽 哇塞 小精靈 對啊 他不中麵包的 其實我覺得他們選愛情 那個妹妹姐妹 Morrigan跟莉莉絲 像像像像像 因為他們也有那個惡魔尾巴 其實有一點可能是那種感覺 對 這樣說到底細菌人是最沒有設定的 說到底細菌人就是一個 白痴壞人 對啊 細菌人到底在幹嘛 重點是細菌人在 偶爾也會 善良欸 我記得在原作裡面 是吧 就是 幫人啊這樣子 對啊好像有 而且他身為細菌人 他基本上只要摸麵包上來 他應該就會死了吧 對啊 他是細菌 他在麵包上來睡覺的時候 毒藥口水在他旁邊 他就死了吧 對對對 那一起來 為什麼綠綠的 麵包上來 為什麼綠綠的 然後死掉這樣子 然後旁邊破掉 然後線掉出來 眼睛開始流紅豆腺 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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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絕對不能看 咖哩麵包上來 狂吐咖哩 螢光的黃色 只有馬鈴薯 不准不准 還有三色豆 還有三色豆 只有馬鈴薯 還有三色豆 還有陰陽五彩的咖哩 然後你覺得麵包上來裡面 那個覺得麵包妹妹的定位不明 奶油妹妹 奶油妹妹 你真的沒看耶 我真的沒看啊 奶油妹妹 對啊 我覺得他 我對他有印象耶 原來他是妹妹喔 對 我以為他是一個歌 對 我以為他是那個 果醬爺爺旁邊的跟班弟弟或學徒耶 他是跟班 但他是妹妹 因為他裡面講話是妹妹 我記得他的配音也沒有到 也沒有到醬 應該是也沒有到醬 應該是也沒有到醬 應該是說 把火開燒 烤麵包啦 衣服脫掉 蛤 蛤 鏟 烤麵包還是蒸氣火 來小馬賽 展餅 烤麵包還是蒸氣火車 幹嘛鏟莓啦 太誇張了啦 對 他長得太中性了 你小時候就覺得不懂他這個角色到底是怎樣 真的不懂 一開始我以為 有一個奶油妹妹還沒出現 然後他一直談論她 我懂 然後他還得知 他是妹妹 他是女生 他是奶油妹妹本人 可是他實際上在 作品裡面做的事情 到底是他除了幫 他好像也沒幫果醬爺爺烤東西啊 我記得好像是果醬爺爺烤完麵包之後 然後他送過去 他送去給麵包超人 他就是一個外送員 所以可以叫他吳伯毅妹妹 對 那他沒事的時候會 在冰淵商店前面打傳說嗎 他送了麵包到麵包超人這裡了 然後就在冰淵商店門口這樣 先玩一下遊戲這樣 對 他會 他還不想爬樓梯 放在一樓這樣 OK 麵包超人自己下來拿 麵包超人頭會換新人 OKOK 那我現在旁邊休息一下 所以他都是把麵包拿去給他 我記得是這樣 他也沒幫考 對 然後好像遭遇危險 他會跟著哭 就大概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可能有幾集 被戲劇人綁架過 就這樣 你就覺得他有一點累贅 是 對 平常就是送 跑腿 然後遇到困難就哭 還有可能被抓走 對 我記得有幾集是戲劇人綁架他 然後叫麵包超人過來救他 然後旁邊小病毒一直在魅惑 麵包超人 我想說假設我是麵包超人 我當然直接加入小病毒啦 直接就跟小病毒那個 然後那個奶油妹妹 不行啦 可是他是紅豆麵包 他不能加入病毒啊 是嗎 他會壞掉啊 不一定啦 加入病毒搞不好才不會壞掉 會不會發酵 開始釀釀酒 出了一個新的納豆麵包超人 會出現一個新的 網友做時間 這個紅豆麵包放了30天也不會壞 到底是用了什麼原料 你說撒一堆防腐劑 然後跟小病毒做 興趣人摸他 怎麼你都不會發霉啊 因為我是21世紀的紅豆麵包 我真空 完全不會壞 不過小時候的確有時候會 滿討厭一個 那種 裡面的人物的 就比如說 他一直欺負主角啦 或者是 每次都是他被抓走 每次都是他最多 或者是他有什麼優柔寡斷 害到大家 然後小時候就會很生氣 心絕心絕的 沒錯 討厭討厭 轉胎王 看到他 這樣子轉胎 對我小時候好像也有 所以你看 那你有看麵包照 那時候的卡通台 看麵包照 你也會跟著看其他的動畫 比較少 我印象最深刻的 我還同時很喜歡看 小模擬Doremi 我記得我到小學三年級 還一度相信小模擬是真的 然後我還跟同學打過架 你真的要罵貝利梅 那你真的很有夢想 對啊 你是比她 還有夢想的 我有夢想的 你甚至可能到現在 還沒寫 對 所以你覺得是真的 我覺得是真的 因為他的故事大綱就是 他們是躲在一個 現實社會的一群魔女 他們是躲在一個什麼 咖啡廳還是 還是麵包店 還是什麼店 怎麼又是麵包店 然後有一個門 像納尼亞傳奇的 好像有傳送門 然後傳過來讓他們變魔女 還是怎麼樣 有點忘記 所以一般人是不知道他們是魔女的 然後我就相信 我就覺得說 我身邊的女同學可能是魔女 但我一直 她一直不跟我講 但她中世紀的時候 逃過我涼藏火 對對對 有一隻青蛙從她書包裡跳出來這樣 對對對 不是那種舞女 我就自己以為我很聰明 然後我跟同學講說 其實是有魔女 可能班上的誰就是 竟然是因為小魔女Doremi 不是因為魔女才騎便 重點是 你還說可能誰就是 他們一定覺得你的霸凌別 我一直覺得她是魔女 而且那時候我還自以為聰明說 你去問她 她也不會講 因為她要保密 好 不是你去問 她就去問 終極屋上一定是魔女 我們拿火燒她看看 哈哈 那是女巫啊 那是不是女巫啊 那是中世紀啊 把她綁起來用乾草再燒她看看 她是魔法少女 不是中世紀巫女好不好 幹嘛 那個 李華克的時候 老師說這地誰會 我會 然後施哥白妮 她是女巫 而且還有一個道理可以驗證我的理論是對的 因為我有拜託我媽去買那個小魔女的魔杖 裡面是糖果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而且滿貴的 正版滿貴的 資金還沒吃完 對 然後我就在家裡用小魔女的咒語 我每個都試了 她不是有六七個人嗎 我每個都試 然後想用魔法 我辨不出來 然後想說為什麼 我是男生 男生沒有 因為只有魔女 沒有魔男 沒有魔男 有啊魔男 那就是那個 You there to use my spell 讓我把它 他是魔男 他真的滿魔的 他魔男 佛帝魔男 不是這不會嗎 這是史內佛 史內佛男 史內佛男 我會想說他很魔 那是老魔男 老魔男 對 所以我再度相信小魔女是真的 蛤 因為我是用排他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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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個 遊戲你是真的就 因為你平常 怎麼講 你的興趣的那個 時間分配 已經有一點那個了 壓縮了 吃緊壓縮了 所以你遊戲其實應該 已經沒有在碰了吧 因為遊戲也很花時間 遊戲喔 小時候遊戲 大概有幾款比較印象深刻 風之谷 舊版的喔 那個登錄畫面 墊進去 那個 初心者那種 世大職業 因為我都關聲音偷玩 喔 你把他當A片啊 沒有 你這隊裡面有信 沒有啦 他媽媽抓到啦 是你的信息 風之谷 他媽媽抓到啦 風之谷我好像也可以 風之谷 你記得風之谷嗎 所以線上遊戲 然後什麼 Freestyle 也沉迷過 也是舊吧 也是 夠力的不夠 不怕哪個夢 不是現在的 煞內術 為什麼沒事 目的透標 可是I never lose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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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登登 不要浪費時間了 沒有吧 這是當年有玩Freestyle的人 只要一提到一定要做的事情 對 沒錯 像那個羽人一樣你知道 開那個櫥櫃一定要開三次 一定要做一定要做 然後 有一塊冷門的我玩很久 叫墨香 可是前版喔 那個香是香水的香喔 並不是香薑的香 喔 我懂 對 不是水香香那個 是 嗯 Smells so good 那個香 Ink 對 這樣子 I ink要去解釋 Ink pump 好 OK 然後 現在遊戲就是 反正那個時候比較成名 然後 現在就比較沒有了 打打low吧 就這樣 喔 還有打low 那已經算是 算是玩很新的了 可是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打low 很多是那種 有點那種 國民運動了 同才 大家玩一玩 但是其實自己 普普通通 對 我就是 就打爽的 就是沒有很強 大概白金而已 這麼厲害 就真的很爛 白金而已 我沒有看過銀牌以上的牌子 對 白金 至今覺得我裝的low的版本 是沒有金牌以上的版本 順帶一提 我是正大泡麵頭 正大泡麵頭 正大裡面 頭最低 nice 正大裡面頭髮最短的人 海凱剛剛不是什麼小卷嗎 正大小卷毛 平常現在都有夾子 那你最近玩的一款遊戲是什麼 最近 我到現在還在玩的手遊叫做荒野亂鬥 現在打開裡面全部電腦 根本沒有真人玩家 對啊 他現在連線有的時候都很卡 我沒有玩的時候就覺得 怎麼玩上去 你們玩過嗎 有啊 我想說怎麼玩上去玩 那人都順來順去的 後來就覺得好煩 然後就不玩 沒有沒有 因為那一波 然後導致很多人退 對 所以現在剩電腦 所以你現在怎麼打都贏 現在怎麼打都順 大家都在電腦 對 所以蠻爽的 虐菜 也不錯啦 自從 但是你 像 但我有沉迷一個遊戲 就是 因為我真的很不宅 就是對什麼3C都很不了解 然後手遊也玩很少 我沉迷一個實體遊戲叫做密室逃脫 最近才開始沉迷了嗎 我大概兩三年有了 我超愛玩密室逃脫 是兩三年前第一次玩 差不多 然後就死沉迷 對 直接丟 我還會去台中兩天一夜 然後玩個三四款再回來 是 就玩遊戲 吃飯 然後可能工作 因為晚上可以演出 台中去啊 你是不是去笨蛋那邊了 對對對 玩過嗎 我們玩的 冒險王對不對 沒有啦 我們玩的密室逃脫 都是很久以前的 所以都很陽春 以前的 是嗎 大推耶 現在應該都很厲害了 真的超好玩 都很陽春 真的超好玩 但是 我不知道耶 因為密室逃脫常常都是好多人一起 對 可是我的個性 我的個性 比較沒辦法跟別人合作 然後就會看到大家在那邊瞎忙 我在那邊 對 對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 大家都有大家的想法 那大家就慢慢弄吧 然後我在旁邊 我不擦手 我也比較是這樣 所以密道多 我通常跟朋友去玩都是 我找到一個就說 那我就專心弄這個 然後大家就 你們 你們叫我幹嘛我就幹嘛 對對對 然後我就專心弄這個 我弄完我就在旁邊看這樣 但如果可以 單人逆勢逃脫 我就可以 欸我都會 對 譬如說有什麼 四到六人這種遊戲 然後我都會找一個 可能很強的人 然後兩個人去玩 然後我直接付四人的錢 喔 就有點像是 挑戰一下 像是怎麼單刷副本的感覺 唉唷 就把這種 你要沒玩遊戲 但是舉個例子 單刷副本還滿 還滿切切的 還滿確切的 滿清楚的 就跟我們公司一樣 我們公司也是基本上 一個人大概做四個人的工作 喔 哇賽 這是個很好的磨練機會 對啊 我們大概一個人做四個人的工作 難怪魏公司才出那麼多 沒錯沒錯 他那麼多厲害的人才到其他公司 沒錯沒錯沒錯 我們號稱業界最強跳板 喔 本來那個笨蛋工作室 我們這邊要註冊商標的 我跟你講 不愧是新媒體學校 沒錯 沒錯 新媒體大學 好 好那個 他有一個很 滿特別的一個喜好 你本身是這個捷運 跟輕軌的愛好者 對 其實跟你們講這件事 有點 有點心虛啦 就是 我說我喜歡捷運和輕軌 但是又比不上那些 真的的軌道迷 不是鐵道迷 對 而且很多人問我一個 第二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沒有研究火車 台鐵 或是研究什麼東京的地鐵 我想了很久 後來我才想到說 因為我喜歡的那種輕軌 是那種觀光型的 我喜歡到第一節車廂 然後往外看的 所以我喜歡比如說 高雄輕軌這種 或者是文湖縣 就是不是地下化的 對 地下化的 有板南縣 超無聊 然後其實那個什麼 淡水 信義淡水縣 也是要出淡水之後 到上面之後 到高架之後 出你喜歡的 所以那個原山 其實是Skytrain 你不是喜歡Metro就對了 Metro就是地下那種地鐵 你就覺得普通 Skytrain就是 都在外面 在外面 你喜歡那個高高有風景的感覺 是這樣子嗎 好像是喔 所以你地上就覺得還好 都一樣就沒什麼興趣 是 而且就是有規劃過觀光型的 像那個什麼迪士尼遊園車 我就很愛 所以像比如說日本有那種 比如說專門看那種櫻花的那種列車 可能就可以 對不對 就比較接近你會喜歡的 有可能什麼阿里山小火車 可是我對自然景又沒有興趣 我喜歡人造景 所以我特別喜歡都市的景觀 我特別愛看那種環球影城 或迪士尼樂園的那種 新的設施 會有人去 拍第一人車 我不是說偷拍 但他們拍的規格之高 可能已經不是盜版 感覺他們也有一些什麼 官方默許的 這種YouTuber 然後就會拍 然後做第一排 然後看到說 原來最新的是什麼 哈利波特的油園 什麼雲霄飛車長這樣子 那種你就會喜歡 我超愛看那種影片 那種影片更新超快的 大家可以去搜尋YouTube 會有超多這種創作者 然後都是美國創作者 他們會一直環遊世界 然後告訴你說 什麼歐洲法國的 某個迪士尼樂園的 最新的設施 然後搶先看 超好看 那你喜歡的是 看的那個東西 還是本身的那個 那個 載具的速度感 加上這個 載具速度感 然後加上軌道感 然後再加上那個 沉浸式的體驗 所以如果像蘇丹王大冒險 六福村那種 就還好 就是台灣好像 做不贏其他國家 太舊了 太舊了 對 然後剛好有個秘密逃脫 跟這個是結合的 大推 叫做辛亥隧道 我不要 所以 退下好不好 好不好 所以你喜歡的 感覺好像是 你把這種 都市內 可以看到都市風景的這種 運輸 大眾運輸 把它當成一個 遊樂園的設施在做 差不多 因為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 不同的房子 街道 什麼幹嘛 一直做一直看 所以我蠻喜歡搭文湖縣的 我剛才也住內湖 就是文湖縣 收散機場出來 不是會有一段 你可以瞄到一些 飛機的降落 對 那段很爽 百看不厭 那如果是走路的呢 不行 一定要搭 搭 設施的 對 比如說走路逛鬼屋 我就覺得好無聊 我不喜歡自己控制自己的速度 我喜歡就是有人載著你走 他會規劃好說 他現在一轉身 然後一個鬼出來 會嚇你 我覺得這個硬體設備 這個是要動腦去想那個劇本 其實我覺得這個很像 舞台劇的編劇的感覺 就你喜歡享受 被他們的設計 你享受別人帶給你一個旅途 對 一個一層旅途 然後無腦觀賞 我滿懂他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觀察都市 就算是人啊 車啊 建築啊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那 車子站著你跑 你就可以一直看一直看 對 你走路可能就很慢 而且你也是 你也是布景的一員 就感覺不那麼酷 對 可是在車子裡面你有一種 抽離的 看天下的感覺 觀念關係也明確 對 文福縣 文福縣就是那個車比較小的 車廂比較小 然後都在上面的 然後經過 復興跟和平會超慢轉彎的那一條 對不對 對對對 那個時速之慢 很遲慢 我想說 下面那個 阿比騎腳踏車比我們快 超慢轉過去 不然當初為什麼要做這個90度的轉彎 可是再慢都比高雄輕軌快 高雄輕軌更慢 高雄輕軌很慢 但不得不說我真的是 最喜歡台灣的時候 大眾運輸裡面是高雄輕軌 尤其是最近剛練成一圈 那高雄輕軌 剛開始是從柏爾嘛對不對 從哈馬興 第一段哈馬興 然後到 到大概柏爾那邊 然後現在是完工全部 對 今年好像 好像去年年底跟 今年年初 然後剛連成一個圈 然後我記得好像是 1月到3月免費搭 然後我還特地為了這件事 下去高雄 然後有搭完一整圈了 對 搭完一整圈90分鐘 很喜歡 很喜歡 而且我搭完之後還想要搭 因為我是搭順向 然後還想搭逆向 可是被我同行的夥伴 幹掉 因為他睡著就起來了 他說不要做這種事情好不好 不是 他可以不要跟著你去嗎 叫他自己去對不對 對 去柏爾吃個冰淇淋什麼的啊 可是我喜歡享受啊 他那個輕軌 他那個輕軌是高的 還是在地上 全部 都是 只有柏爾有某一段是爬升到 三四層樓高 一個高架段 像文湖縣一樣 其他都是平地的 所以高雄人氣死了 所以旁邊會有車子 對高雄人車主都要讓他 然後等紅燈 高雄人氣死了 很爽耶 我記得我剛 我 你這車 你在馬路上暢行無阻耶 對 那這樣子你是不是應該 就會喜歡 比如說舊金山 的那種 那個 Trolley 你說那個 丁丁車 對對對 舊金山的Trolley 那個會嗎 我超想去搭的 但我沒有去過美國 正好接業配 因為剛好要去美國演出了 你是要我這樣接嗎 不是 我不是要你這樣接 但要你這樣接 也可以 就知道了 我是蠻想搭的 反正你喜歡輕鬼了 好啦 那我們要差不多到下一趴了 那個是自己踩的嗎 不是不是不是 有泳車是不是自己 還自己踩 自己踩是誰 自己踩的都在音樂壇吧 自己踩是碧壇那個天鵝吧 對啊 你怎麼都沒踩 不是有一種車 對 上面一直喝碧兒 然後一直踩 然後歐洲是沒有軌道 但是好像有一個地方又有軌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因為舊金山很多那種 我忘記他叫Trolley還是叫什麼的 就他就是一小捷車廂 然後鐵軚車 鐵軚車 鐵軚車在道路上 對 然後你就是可以上 隨時上下 我覺得那個你應該也會很喜歡 因為他也是 城市規劃 對 城市規劃 然後 我覺得滿有 就是整個都市是一個樂園 它是一個觀景車的感覺 而且因為舊金山又一堆上路 你有看功夫嗎 金絲眼睛打那個周星馳 他們坐那個車就是叮叮車 那就是叮叮車 對 他沒有看到因為那邊1.75已經 砰就過去了 沒有 我想知道 他上氣是不是也有拍一段 在那個車上打鬥 上氣 上氣 上氣我沒看耶 上氣我覺得太難看了 所以我完全不記得 我就只有梁朝偉出來的時候 這樣好帥喔 其他時候我都放過 我沒看上氣 我們的品位真的差好多喔 沒關係 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 不管怎麼樣我們都是有懷抱夢想的人 所以背裡面也不要再judge 好不好 我看影評 又咋啦 想看小帥跟小美 咋啦 我還是印象是你judge我 好我們這個 第一part差不多到這邊 這一part就是跟賀龍哈拉一下 平常的生活啊 興趣之類的 我們休息5分鐘等一下回來呢 來討論一下這個表演相關的 好我們先進廣告休息5分鐘